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花菜小炒肉片 清脆爽口,香辣开胃 下酒又下饭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朵有机花菜 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朵 我们在买花菜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种轻垦的花菜 这样的花菜口感清脆比较好吃 全部剪好后,我们来给花菜改一下刀 很多朋友在给花菜改刀的时候 总喜欢从花朵的上面来切 其实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这样切出来呢,会有很多的碎渣渣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切花菜特别好用的方法 我们用刀从花菜梗的地方给它切下来 像这样切了一个十字花刀 然后轻轻一掰 就掰成小朵了 而且这样不容易掉渣渣 这样切出来的花菜好看又完整 每一朵都像这样给它改刀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切的花菜基本上没有小碎渣 而且每一朵都很完整 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花菜放入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食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功效 比如花锅朵里面的虫软细菌 食盐就能够有效的去除 面粉又有比较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有效的吸附出花锅朵夹放里面的灰尘污漬 最后我们再加入一点小苏打 最后加入清水 冒过花菜 把它简单的抓洗抓洗 因为花菜的生长结构比较特殊 所以喷它的农药是不容易被云水冲刷掉的 简单的冲洗根本不管用 而用小苏打就可以有效的分解掉 花菜上面的农药残留 就这样把花菜浸泡10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给它斜刀切段 再改刀切成菱形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洗净的青椒 给它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半个红椒切成菱形块 搭配颜色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猪肉 准备这样肥瘦相间的 或者五花肉都可以 先把它改刀切成小块 再切成薄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这会儿我们的花菜已经浸泡好了 用手给它抓洗一会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 给它多清洗几遍 像这样花菜就非常的干净了 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接着把它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水提前烧开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增加底味 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可以起到保护色的作用 然后下入花菜 焯水半分钟 花菜提前焯水 可以减少在锅中炒制的时间 这样炒出的菜色会很好看 时间到了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放入凉水中投凉 接着我们再利用锅中的热水 把胡萝卜焯一遍水 胡萝卜焯水30秒 控水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切点料头 准备两粒大蒜 把它切成蒜片 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一颗大葱 一颗大葱 斜刀切段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干辣椒 用厨房剪剪成辣椒段 接下来锅烧着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大肉片倒进来 翻炒均匀 小火慢炒 炒至肉片变色 炒出油脂 接下来把提前翘的料头倒进来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接着再下入花菜 胡萝卜 青红椒 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翻炒一分钟左右 我们开始调味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生抽 一勺食盐 半勺鸡精 继续翻炒均匀 化开调料 翻炒入味就可以生火了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美味的花菜小炒肉就完成了 这样做的花菜吃着非常的健康 香辣开胃 下酒又下饭 看着都流口水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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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 摆托